该了冒了我的老宝贝 从未见过这么潇洒的荒野求生 吃的是小区区炖松鸡的蛋白质大餐 住的是冬冷下热的独冻木屋湖景房 没事就掉掉于打打猎回归大自然 关键是坚持到最后还能拿走50万美金 生存挑战到了第31天 场上还剩下5名参赛选手 尽管每天大鱼大肉四度假 51岁的阿兰还是发现自己瘦成了瓜子脸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瘦了整整34斤 真不知道其他选手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 来不及感叹 按照惯例来到湖边检查鱼网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目瞪口呆 只见一只迷途望返的大水鸭 在鱼网里早就等候多时 看着可以饱餐一顿的蛋白质 阿兰的下一秒操作 也是让荒哥目瞪口呆 真是饱汉子不知恶汉子鸡 在没有大型动物的前提下 这么肥的一只鸭子 很有可能是影响比赛的转折点 面对如此奇葩的操作 荒哥只能说外国人是真的会玩 表演完放声慈善节目后 阿兰继续来到这片屡试不爽的钓鱼胜地 尽管今天的风浪有点大 但仍然阻挡不了他今晚要吃全鱼燕的决心 可连续几个小时过去了 不仅蛋白质的影子都没看到 整个人还被寒风吹成了麻瓜 看样子今天不适合出门 还是早点回别墅躺平保存体力吧 看来这么多集 荒哥一直不明白 超模梅兰妮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 不打猎不钓鱼 每天只靠姜果树皮居然扛了三十多天 难道他和第九季的冠军一样 喝水就能补充蛋白质吗 家里的储备粮不多了 梅兰妮计划前往之前才好点的姜果地收集物资 沿着海岸线出发 他发现水面已经开始结冰 这个现象让他压力倍增 要知道冬天来临后 大雪封山万物凋零 靠姜果狗活的日子将成为过去式 走着走着 梅兰妮突然感觉双腿使不上力气 还伴随着短暂的呼吸困难 这是身体极度虚弱的表现 避免意外发生 他只能选择原路返回 回到营地的梅兰妮 拿出了所有的家底 开局到现在 他已经瘦了差不多三十斤 严肿透支的身体 已经不允许他省吃俭用了 所以他现在必须确保 每天摄入足够的食物 否则最后的结果 就是背横着抬出去 而作为目前食物最多的种子选手 我们的怀亚特 已经提前开启了度假生活 把渔王简单地修补一下 虽然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但有一件事 一直悬在怀亚特的心中 就在不久前 他的手臂被一根树枝刺伤了 稍微一用力 就会挤出大量的浓水 不过好在他的妻子是护士 耳濡目染下 他学会了如何清洗伤口 比如云山松针 是具有收敛性的防腐剂 用它熬制成的枝叶 是治疗伤口的绝佳材料 只要每天清洗 这点小伤根本不够成大案 时间来到第32天 前来吴氏塔兹 给木屋别墅加装了一套防盗门 以及一把多功能休闲躺椅 为了犒劳这段时间的辛苦劳作 他决定今天要吃一整只松鸡 哼着优美的曲子来到空中储物柜 可眼前的一幕 让他的心情彻底跌到了谷底 只见所有的食物上 都爬满了蠕洞的蛆虫 这对塔兹来说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要知道 这些可都是他赢下50万美金的全部筹码 居然被这群小蛋白质一窝端了 看着已经被污染的食物 塔兹内心非常纠结 吃还是不吃 现在成了一个难题 不过在具额奖金的诱惑下 最终欲望战胜理智 把心力后的鱼肉挂在树上风干 剩下的松鸡和蛆虫 直接来个一锅炖 抛开事实不谈 今天也算是给自己加餐了 不过这蛋白质的味道 属实有点一言难尽 作为这一剂有名的放生专家 阿兰看着鱼网上 被水压弄得大窟窿有苦不能说 重新把鱼网编织好后 他决定出趟远门 这段时间 在钓鱼上遭遇的挫折 让他不得不改变一下战略方针 之前探索过的那片水域 处于被风托 应该更是和钓鱼 背上行囊拿上弓箭 阿兰头也不回地 钻进了茂密的原始森林 结果没走几步 就发现了驼鹿留下的新鲜脚印 看到这一幕的他瞬间打满了机械 要知道第七季牛哥那只驼鹿 吃了一百天都没有吃完 最后不仅靠他拿走了一百万美金 还打包一大袋回去 可在树林里转了一圈 阿兰连驼鹿的毛都没发现一根 无奈之下 只能来到之前才好点的湖边钓鱼 不得不说这片水域 确实是风水宝地 不仅风平浪静 而且还有足够的水深 看样子今天要大杀四方了 果然刚抛下第一杆 就有鱼儿上钩了 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 阿兰没有气馁继续第二次尝试 结果把鱼都拉到岸边了 还是让他跑了 算上之前的 在他改造这个路亚加尔之后 这已经是他连续丢失的第五条鱼了 此时的阿兰彻底崩溃 看到希望又绝望 时间应该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 生存挑战来到第三十三天 可怜的塔兹一起床 就发现昨天晾在树上的鱼肉干 被小偷偷了一半 备受打击下 他只能给自己加油打气 告诉自己做人一定要向前看 收拾好心情去检查鱼网 结果乌漏偏逢连夜雨 那既以厚望的鱼网 早已被风浪折磨的支离破碎 这真是完美的诠释了 什么叫厄运专挑苦命人 麻绳专挑戏处断 可尽管如此 拥有强大意志的塔兹并没有抱怨 他决定前往树林 布置一些圈套陷阱 在他看来没有食物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这个唯一的翻身机会面前 你都不肯为自己拼命一把 如果要问谁是这一季的挨恶之王 我们的米奇称第一 没人敢称第二 别人都在忙着找食物 他却天天窝在家里 给儿子制作小玩具 是有两把刷子的 在过去的三天里 他总共抓到了三只松鸡 家底不算富裕 但至少过上了吃肉的日子 都说努力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很快米奇就看到了 在只头晒太阳的蛋白质 这是他来到这里后 抓到的第一只松鼠 个头不大 但这份鼠头压脖 所提升的士气却是巨大的 尤其是那鲜嫩多汁的松鼠脑 入口即化的口感 简直是在挑逗味蕾的极限 在第三十四天 早起的怀亚特感觉 今天的驯鹿湖有点不一样 但却又说不出哪里不一样 正所谓是出反常必有妖 看来今天有大事要发生了 带着这份困惑来到湖边 开始钓鱼 结果一眨眼的功夫 就有蛋白质上钩了 这是一条七斤重的湖尊鱼 机上一次捕获三十斤梭子鱼后 怀亚特再次斩获 这一记最大的湖尊鱼 来不及庆祝 一战欲勇的他再次挥干 真是人生无偿大偿包小偿 要知道这可是他最后的三个鱼钩 此时的怀亚特是想笑又想哭 这老天爷是真的造化弄人啊 难道只能在家靠鱼网坐吃等死吗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深藏不露的怀亚特不仅精通钓鱼 其实还是一名合格的职业猎人 既然现在钓鱼成为了过去世 那就不得不露一手精湛的打猎技术了 就在这时一只不知死活的松鸡挡住了他的去路 好家伙 荒哥我直接好家伙 又是鸡又是鱼 这是要过年的节奏啊 然而属于怀亚特的狂欢时刻还没有过去 一只没看黄厉的松鼠再次映入眼帘 又一份美味的鼠头鸭脖收入囊中 我的天老爷 无数野外生存专家幻想的三菜一汤 在今天终于成为现实 50万美金的候选人似乎已经没了悬念 左手一只松鸡 右手一只王逊 怀亚特来到湖边检查鱼网 毫无疑问这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子 坐拥两条鱼 一只松鸡和一只松鼠的怀亚特 一脚踢开了决赛圈的大门 把冠军的50万美金紧紧地握在了手中 算上家里的储备粮 他是少可以在家躺平一个月 难怪早上觉得今天有点不一样 原来是老天爷的庇佑降临了 如果说这一季还有谁 能跟怀亚特掰掰手腕 那就只剩下同样本土作战的阿兰了 把之前的鱼网改造了一下 使其能达到更深的水域 接着他就雷打不动地来钓鱼了 今天的湖面平静得有点可怕 一种别样的感觉 同样营绕在阿兰的心头 经历过连续五次脱钩的惨痛教训后 这一次的他终于把五号鱼钩换成了三号钩 果然效果立竿见影 成功捕获三斤三两的胡尊鱼 难道又一位天选之子要诞生了吗 然而第二次出手的他还没反应过来 新鲜打造的路亚贾尔 连同鱼钩就被一条缩子鱼拽走了 真是同人不同命 才刚刚尝到甜头 幻想中的度假之旅就被现实打破了 从目前来看 冠军似乎已经没有了悬念 如果没有狩猎到大型动物 估计很难有选手可以跟怀亚特抗衡了 然而没有意外的话意外要发生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野外求生视频